一个由左向右的坡 另外一边有一个由右向左的 这两个相遇在中间的时候 然后就会叠在一起 我们不要把它完全叠在一起 稍微让它错开 那应该会是想要怎么样 试试看 这边 对 跌太多 没关系 跌太多就这样 1234 谢谢大家 这个叠在一起的时候 对于这一个点而言 比如说他们是绳坡 对于这一块绳子而言 向左的坡想要让它往上 向右的坡也想要让它往上 加肿起来就变成两倍的往上 可是它会跑来这里 其他地方也一样 其他的点像这里的话是来自左边的坡 来自右边的坡这边其实是没有贡献 所以到这一点就没有再相加 到这点也是 那点是从左向右的坡它的正幅是零 然后只有向右的坡的正 向右的坡正幅是零 向左的坡有正幅 所以基本上中间叠加很多 可是两边这两点没有叠加 所以它最后形成的图案应该会是 应该会是大概 大概会是这样子 这个会是它最后相加的结果 最后会是相加成这样 那这种叫做加起来以后 比它们两个都还要大 这个叫做建设性的感受 相长或是建设性 那破坏性干涉的话 就是它们合成以后变得比较小 比它们原本还要小 黄色的这个是合成之后的 我画清楚一点 黄色的这个是合成之后的 如果是破坏性干涉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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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把這個坡後來跑到這裡的位置給他畫出來 不好意思那個風吹把門關上 大約是這樣 那這種時候對這一段繩子而言 向左邊的這個坡是想要讓他往上動 可是向右的這個坡想要讓他往下 如果今天這兩個坡想要讓他往上往下的政府都一樣 那這點就不會動 然後到這邊為止的話 是到這一點為止 就是從右邊來的已經不會再想要讓他動 這邊就是從右邊來的結束的沒有影響的地方 那這裡就完全到這裡應該都要跟原本一樣 然後到從這裡下來也是 這個地方是 這個地方是從左向右的坡 他影響的範圍的邊界 所以從這一點到右邊這一邊應該也都維持一樣 那結果合成就會變成是從這裡 他這邊是零嘛 從這裡 然後這個跟這個互相抵消以後可能啊 我隨便畫一下 可能大概就會長這樣子 沒有紅色齁 所以最後行程的波形會是長這樣 然後這個的話 他的大小就比原本的都要小 他的政府啊 比原本的任何一個都要小 這種就叫做相消或是破壞性感受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有一種情況叫做完全的建設性干涉 以及完全的破壞性干涉 那這種條件是在於說 如果兩個坡 他的坡型呢 他的那個坡峰剛好對到坡峰 坡骨剛好對到坡骨 那這樣就叫做完全的建設性干涉 就比如說 就比如說 假如說他和另外一個黃色的坡 在一起 另外一個黃色的坡稍微小一點 小一點也沒關係啊 就是 他不一定要是政府一樣 他只要是坡峰 對到坡峰 坡骨對到坡骨 這樣就可以算是完全建設性干涉 那這一個地方想要讓黃色的坡 想要讓這個繩子往下 那白色的坡也想要讓他往下 那就雙倍往下 加倍的加倍往下 所以他應該會是1.2加1 大概是3點多 然後他會跑到這裡 我這個黑板上有格子 所以我剛剛算1 2 3 是在算格子 最後變紅色的樣子 那另外一邊這裡也是以此類推 白色的想要讓他往上 那這個黃色的想要讓他往上 往上加往上更加的往上 所以大概是到這裡 這個就叫做完全的建設性干涉 完全相長 那當然也會有完全的破壞性干涉 那就會是長這樣 如果說現在是兩個政府一樣大 而且波長也一樣 然後政府也一樣 那這個白色的 我其實應該要畫他的方向 比如說這個白色的是從 從 從 右而來 然後 剛剛這個黃色的是從 左而來 那這裡也是黃色從左而來 白色從 右而來 那 在某一個瞬間疊成這樣 那疊成這樣以後 各位 也知道 他其實就是白色想要向上 黃色想要向下 白色想要向上 那黃色想要向下 那中間的這一個繩子 他就不知道到底要拼誰的 如果兩邊都一樣大 那最後就不動 就維持在原地 可是維持在原地 如果你這時候給他拍照 你拍照下來 你會發現它是一條直線 那如果你沒有繼續讓時間流動 你可能就會以為它真的是哪一條直線 但事實上它是在那邊動的 但事實上它是在那邊動的 那下一瞬間 下一瞬間它可能變這樣 畫錯了 我的白色應該是要向右 才對 我變成向左 應該現在要向左才對 想要向右 想要向右 下一瞬間 下一瞬間 這個黃色的向右 再走一點點 他剛剛是在這裡 他剛剛是在這裡 他現在稍微向左一點點 然後白色的再向右一點點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喔 那 這個黃色的向右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他已經不再是 紅色這個樣子 他會變成說是 如果要從這邊變這邊喔 你給它對下來 剛好是可以切一半 這個左半邊喔 這一條線的左半邊喔 它是白色的想要下 白色的想要變上面 因為它要變這樣 它要變這樣的話 白色的應該要下去啦 白色的要下去 我剛剛講錯了 如果是這一邊 左半邊這一邊喔 它整個波形要往右移 左移 整個波形要往左移 整個波形要往左移 那整個波形往左移的話 它已經在最高峰了 所以它開始會下降 不對喔 這應該是要向上才對 稍微看一下好了 最高峰 是要向下 然後 應該是向上沒錯吧 我們稍微想像一下 就是它 白色的向右移的時候 黃色的向左移 那黃色的本來都是向下 然後白色的都是向上 那所以向上的向右 向下的向左 那這個左半邊這邊 應該會得到向上的結果 不然你就把下面這一張圖 你再疊合一次 你再疊合一次的話 就是這一半都不變 那這一段呢 那這一段呢 會有一部分消掉 這時候畫的有點歪掉 好像有點歪 稍微改一下 應該是這樣子會比較準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 如果你下一瞬間的話 白色的是比較多的 然後黃色的是少的 黃色的是少 所以整個右半邊 左半邊 整個左半邊其實是 它會想要向上 它會想要向上 可是右半邊呢 我們在這裡分段 右半邊你會發現 這邊變成是黃色的多 然後白色的少 而且白色還有一些跑到下方 所以這整個右半邊 它等一下會想要向下 等一下會想要向下 所以為什麼要講這個是因為 事實上 我應該不要 應該不要畫這樣 應該是畫在底下 為什麼要講這個 是因為 要告訴各位一個概念 就是 你看到它拍照起來不動 不代表它就是下一秒不會動 它可能只是剛好震動到 剛好疊起來是平的 剛好疊起來是平的 但是事實上這個時候 其實反而是速度最快的時候 如果各位還記得減斜運動的話 減斜運動它回到平衡點 彈簧啊 彈簧回到原廠的時候 它是速度最快 那繩子的彈力 它在那邊上上下下的彈 其實就像減斜運動一樣 所以當它 兩個波這樣子相向而行 疊起來剛好是平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速度最快 它並不是說就停下來 那速度最快的意思就是動能 那時候動能是最大的 但是位能就是最小的 因為它並沒有被拉扯 並沒有辨識 所以它的彈性位能 是最小的 所以這個完全 我為什麼這裡寫香 香 對也是香長 沒錯 這個叫做完全的香消 完全的香消乾涉 分段下 這個叫做 完全的香消 完全的香消乾涉的時候 動能會是最大 然後位能會是最小 那反過來說 那反過來說 完全香長乾涉的時候 動能會怎樣 位能會怎樣 那就請各位回應一下吧 完全香長乾涉的時候 它會彈 它會拉得最開 如果是繩子的話 它就凸起來 凹下去很劇烈 那這個時候是 動能怎麼樣 位能怎麼樣 哪一個是最大 哪一個是最小 好請各位回答 啊 嗯 福明哲舉的手 有什麼 有遇到什麼狀況嗎 我放下 好 那各位都還蠻有概念的 不錯 所以剛剛話很久 佔用一下時間 是因為 想要跟各位介紹說 你看它在這一瞬間是平的 可是它跟靜止是不一樣的 它只是回到原長度而已 那接下來它又會開始動 所以這種情況 類似 你如果看其中一個點 它類似減血運動的 回到平衡點 那經過了這樣了以後 再分開 它其實兩個坡 完全還可以保持原樣 這種叫做坡的獨立性 坡的獨立性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鑄坡 鑄坡 嗯 先寫在這好了 然後我把最左邊先擦掉 如果你覺得這個很難畫 你操筆記很難操 你可以晚一點去看錄影 好嗎 好嗎 還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做实验的话通常会是用马达去产生一个坡 那两边的马达 两边都放马达 然后这个马达在那边甩 甩这个绳子 然后就产生这个坡 那产生这个坡以后 这两个坡如果满足某些条件 它在叠合在干涉的时候 就会变成祝福 那它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是频率要一样 频率要一样 然后政府也要一样 然后相向而行 首先是频率要一样 也计划 点栏目 这个坡以后 都用了 一个 还有 út 点栏目 点栏目 导致 两波的频率一样 那就代表政府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在同一条绳子上 对不起不是政府 波场 如果两个波的频率一样 它又是同一个界值 那就代表它波场也是一样 波场也是一样你才可以叠起来 然后叠成刚刚好 波峰对到波峰 波谷对到波谷这样子 那它的图形会是长这样 这个有点难画 我刚才这个画得出来 四张图 和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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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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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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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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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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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